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tanley 你好 市房方面升至1% 升至152点 做22,989点 国企指数升至129点 做10,127点 大小成交方面 暂时是448亿 听听家铃观众的电话 看家铃观众有没有人问 第一房边有黄小姐 你好黄小姐 你好 想问什么股份 我想问金山远简 33.8 自己有没有货 是的 金山远简我是23.7元 买入的 我想问它的全景如何 在什么怀石站 23.8买了 23.7元 23.7元 好 暂时来说一些理想在手 金山远简 现在是说25.45元 今天升幅非常明显 都升至5% 私下加日后公布业绩 我看到在最近22.5元 还行了一点时间之后 就冲了上来 其实还有什么可以向上网呢 基本上我都乐观的 还有黄小姐 如果你23.5元 买的话 都是好价 事实上 这个股份 之前我都不断推介 基本上都由25元附近的时间都说了 因为公司它做的WPS的软件 就是这个我们叫民书处理的软件 都挺实证的国策 因为这些软件本身 你可以说如果内地的大方向 都是扶持这个国产的软件的话 金山软件其实是会受惠的 但之前那段时间的股价 为什么做得这么差呢 最主要都真是很受住那个 叫做Lasdet 那个投资气氛的影响 所以现在 你说现在 当地方面 那个的纳资方面 IT股都开始叫做回韩 而且你可以见得回 更难来说 这个板块 都开始多一些比较上是占面的消息 所以它的股价升上来 我觉得一点都不出奇 反而又要看回黄小姐本身 如果你之前想到短炒的 短线的话 你看看他这一转的时间 能不能突破26元这个位置 其实跟现在差不多 短炒的话 你可以看这些位置到处 因为始终它的股价 如果在25元上的话 即是现在先 如果你没有货 打算现在先追的话 我就不要建议 但是这只股份 你有货的话 暂时 看着26元这个位置 看看能不能突破到先 但是那些想要迟些买的话 我觉得可以的 这只股份炒波符的话 都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吗 嘉宁观众 王小姐 谢谢 拜拜 多谢你的电话查询 要听一位嘉宁观众 在旁边有张先生 你好 张先生你好 1088 1088 1088中国神华 本身自己有没有货 我有22元 三个货 是22元 买货 暂时正硬一点价 中国神华1088 现在做的是20.9毫半 暂时来说 今天就没有什么升跌 是 应该怎么看这只股份 好像比较聚人来说 走势是否一样 都不是现在一样 基本上 煤炭板块 你都问对人 不过我都想好奇问一下 张先生你是近来买 还是之前买下的 上个月买 上个月买 不是的 其实你说 煤炭板块 我都没有说很久 但你问我的话 我很看淡 这个都很老实 是 因为基本上 煤炭真的完全没有什么好消息 你问我的话 因为我本身对于这个板块 都这样说 都有一些研究 而且你可以说 如果以上年的情况 那煤炭都会供应过性 基本上都可以供应过性 大概是4亿吨 数量比较多 如果你以现在 整个世界来说 就是五个世界 讲开影响煤价的两大因素 第一 特价方面 基本上就不会怎么升 第二 就是说 你讲全球来说 煤炭的供应量 都真的比较多 所以变相之下 其实煤炭 我觉得它的前景都不乐观 虽然没错 在这几天的时间 开始有些比较正面的消息 我们会弄几个 就是两至三个 一些比较大的煤炭的加热锁 其实这个消息 是有利的 但能否扭转这个格局 难 因为很多的煤 在我们方面 现在基本上 你面对着什么情况 第一 刚刚说过 国家跌 销售情况都下跌 第二 二次的话 煤格升不起 令你导致盈利倒退 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基本上 煤炭就真的 我觉得不理想 甚至乎 现在你有货的话 暂时以二十个半 这轮的低位 这个位置倒 再止烧位 穿了的话 要吓到止热 混货 我不建议 但是上去的时间 有机会反弹上去 二十个半这些位置 我都会建议你先走货 至于煤炭股的前景 我觉得真的不是很理想的 可以吗?张先生 好 谢谢 拜拜 多谢张先生的电话查询 顺便跟大家跟进一下 Stanley看开了这个版块 最新的表现是如何 好 看到中国神话 暂时来说 无声跌 正在做二十个九毫半 演奏煤升三仙 做六个一毫七 中煤能源四个四毫六 升六仙 行顶方面 做九毫二指 无声跌 首降资源 现在是两个一毫七 暂时跌三仙 好 听听下位嘉宁观众 在旁边今次是张小姐 你好 你好 我问中国人秀 我二十一毫半买价 整齐不能放假 麻烦你 二十一毫半买了 中人秀 现在做二十六毫半 都升三 最近二十元这个水平 都拉过去做了差不多 大半个月 今天有点突破 算不算是突破向上 还是要省省点 如果以技术上来说 是否突破向上 都真是一个未知之数 但你可以说 二十元这些位置 支持力度是大的 基本上 我觉得他不穿二十元的话 问题都真是不大 而且你可以说 因为这些内险板块 我觉得下半年的情况 应该会有些改善 因为这些板块 比较特别之处 就是好看着A股来走 其实如果你看他们的走势上 都真的跟得很足够 因为这个跟他们的投资收益 有比较大的直接的关系 还有这个板块 之前的时间大家关注什么呢 关注就是AH股的日价情况 因为现在的一些H股方面 就是说保险股方面 都是比这个A股有日价 这个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比较不利 但是我觉得问题 真的不大 你问我的话 其实你有一个日价也好 折扬也好 我觉得一定是有一个原因 这个情况都会存在 所以本身公司的基本面 其实如果有货的话 就像刚刚说 他不穿20元的话 先拿着货 而且我也觉得下半年的时间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改革 我都相信下半年的时间 很多关于保险方面的改革 都会进行 这些因素对于他来说是有利的 所以变相之下有货的 不穿20元先拿着货 是 听不清楚 再说一次 如果拿到年底 上到有多少 麻烦你 想拿到年底 我想你预测一下 可以升到多少 怎样算到 我没有水星球 道习你不到 但是如果假设 大前提 假设A股是做好的 而且真的好像我刚刚说 有些政策因素的冲击支持的话 他的股价要回上去之前的高位 大概23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不难 所以你有货的话 先拿着它 好 可以吗 帮帮到了 好 麻烦你 还有460 想继续问 是吗 是 问多一只好吗 哪只 460 460 是不是 是 是 本身自己有没有货 短期有 9元 9元 今晚短期送回几刀 麻烦你 好 暂时有2毛多支利润在手 想问一下 继续向上望 好吗 今晚社环医药 星风来说 超过4% 做9.27元 加年观众 9元 差不多的水平买了 暂时来说利润在手 更不能向上望 短期有 其实 如果你有看开一股 我都知道 我星期二 先推介一只 医药的股份 就是这个 社会集团 反映回 我对这个版块的看法 都比较正面 而事实上 你可以说这个版块 如果你说一些 国策的因素 我都相信 下半年的时间 当你说现在 国家现在很多的措施 出台 我相信 医药方面 和一些本音方面的措施 我觉得下半年的时间 有机会都会出台 而且这些政策 应该有利于公司的表现 而事实上 你可以说四环本身 做一些心脑血管药的话 比较都不差 以及公司上的业绩 都对版 所以变相之下 你有货的 现在这一刻 先握住它 而且它图了很漂亮 你看到今天的时间 股价方面 都有些比较大的明显突破 突破了 九元一个阻力位 所以在初步看 如果你握住货的话 暂时来说 可以定个目标价 大概十五元这些位置 就是之前的高位 下面 大概八个半左右 做指示位 可以吗 曾小姐 好 好 多谢你的电话 和大家都跟进一下 其他就是医药股方面 整个板块的最新表现 我们先看看 贵药方面 现在做二十个二毫半 升两毫 升幅来是百分之一 上海一日做十四个九毫四 看到升幅来自近百分之四 白云三方面 做二十二个二毫半 升幅超过百分之一 威高方面 升超过百分之五 做七个七毫三 四环一日方面 升至近百分之四 剩下时间 也看看 嘉宁观众 就是李小姐方面的 电话查询 看到李小姐在旁边 你好 是什么股份 1137 是 香港电视本身自己有没有货 有 是 什么价位买了 3.2 3.2买了 暂时在挨价 应该怎么看股份 看到最近两个多的阶段 就还行 现在做两个两红九 没有升跌 怎么看 其实这一只 说真的 三个二都有货 之前都是充经公司 有些在电视方面的搞作 明白的 但是现在公司本身 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憧憬 其实现在是没有的 你可以说股价 为什么 其实现在股价有些尴尬 这些位置 它升不起 但是跌不下 公司本身 都看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消息 所以初步看 如果你纯粹以走势上来说 看看公司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消息 可以在连分之后的时间 可能会透露出来 但是没有的 股价其实升不起 所以初步看 看監管仲本身持货的能力 如果你本身能无所谓 可能都等下公司有没有一些 新的搞作的话 不妨先欠货 但如果你说不是的 可能你有其他转买的目标 其实这些位置 你沽了去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 虽然没错 现在沽的话 可能批损金马 可能比较多 幅度上都不小 但如果你有其他转买的目标 我觉得你可以想一想 是否应该要换马 但是没有所谓 先拿货 先拿货 现在股价又不会跌太多 好 谢谢李先生的电话查询 这集的时间差不多 谢谢Stanley 和你做新报 提及过的股份自己有持有 也没有持有 谢谢Stanley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将会是发达广场的环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